那我们最后的部分呢 还有两个问题 要跟大家讨论一下 就是第一个 就是我们知道说 父母亲在这个 这个减速分裂完之后 然后这个 Miosi时候会进行 所谓的染色体的互换 好 那这个东西就是 我们都知道recombination 可是呢 我们就想说 那姐妹染色体之间 会不会互换啊 就是说爸爸妈妈 这个是叫同源染色体 她的会互换 会互换给我们 可是呢 姐妹染色体会不会互换 姐妹染色体反而是 一模一样的 长得一模一样 那不是更 更同源 就是同源染色体 就是说更相近嘛 那既然更相近 那她会不会互换啊 所以你们觉得说 姐妹染色体会不会互换 会不会 姐妹染色体会不会互换 其实你们只要 只要再来知道 为什么会互换 其实就是因为 她长相很像嘛 有一些重复序列 她就可能 就会互换 OK 所以的确 同源染色体 这个姐妹染色体 是有可能会互换 可是互换有没有用 互换也会不会造成 子带的问题 会不会 不会嘛 因为换过去还是一样嘛 长得都一模一样 因为那是你copy的 姐妹染色体一模一样 所以你互换 没有变化嘛 所以那证据呢 证据证据证据说 姐妹染色体真的也有互换 那就要靠 一些很特别的实验 那你如果说 就是说在染色体的时候 这个复制的过程 你看这在复制的过程 就加入一些染剂之类的 你会发现说 为什么有时候会有这样 为什么会有这样 其实它就是有交换嘛 就是这两个 其实是交换过嘛 交换过 可是就跟各位讲 交换有没有什么意义 没有意义啊 这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你交换过了 还不是一样 长得一模一样 OK 所以说你会发现说 它这个的一个长相 其实这个就叫做 patch-like appearance 就很像补丁 patch就是补丁 就很像贴补 那个膏药 或是裤子那种补丁 或者是叫做 所以说你如果万一 有时候考试出现了 这个haraquim haraquim的chromosome haraquim什么意思啊 跟补丁有一点像的概念 haraquim你觉得是什么意思 来有人开始在查字典 看谁查得快 有没有人知道 我就跟你讲说 跟补丁的概念有点像 有没有人知道这个单字 那就看比谁查得快 查到没 三 二 大家查得还是有点慢 来 有没有人查到了 人名 不对 这里跟人民 好像关系比较不是那么大 所以你看有好多个意义 好多个意义 到底要找哪个意思 还有谁有查到 滑稽者 什么叫滑稽者 你做什么 丑角 你怎么知道 查字典 对啊 这个就是小丑的那个字 你们小丑可能只知道 那个crown crown fish 小丑里那个crown 对不对 这个也是 也是比较正式的用字 正式的用字 小丑或是丑角之类的 那我刚刚跟你讲 丑角其实大部分就是 补兵在身上一些装扮 对不对 OK 所以其实就是有点像是 小丑那个 这边东贴一块 西贴一块 让人家的感觉 好 那这个是怎么做出来的 其实就是在这个复制 就是DNA复制的过程中 你要加入一些 一些这个染剂 那你染剂了以后呢 他就会开始做 如果说有crossover 他就会用不一样的 这个染剂呢 就会发现说 他有 他有这个交换的概念 就可以看得出来 那 可是我跟各位讲 其他交换并没有什么影响 因为染色体一模一样 对不对 但是有一个地 有时候会用 有用到 你们大部分 这科普也没讲 是不是 跟你讲说什么时候会用到 你们以后如果有机会 在学 在学那个 DNA伤害的时候 damage的时候 你会发现 有时候你DNA伤害 有染色体对不对 那你DNA伤害怎么办 你要靠姐妹染色体去补救 那姐妹染色体 如果说有一条坏掉 那你要靠姐妹染色体 这时候互换就有用了 所以 这个只是 外的一些information 就是说 这个其实 这个机制存在 这个 这个 姐妹染色体 其实是为了 修复的时候 DNA修复的时候 会有点用到 这个不重要 这只是 比较 advanced的一些information 好 那最后部分 我不打算讲 因为这是 之前有跟各位讲说 这个Mapping 其实在这个 以前的单包棗 或是面包棉 里面也用到 各位可以看到 这里面有很多 很多不一样的pattern 这个pattern 就是问你看 染色体 有没有互换的 这个概念 怎么说呢 其实我们都知道说 这个 种子 在Miosis 一次两次之后 它会经过一个Mitosis 所以会形成一个 八个 种子的这个概念 八个种子的概念 如果说各自发育 你可以看到 它各自发育 有可能会发育成 黑色或是白色的 那这个是 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根据它的基因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刚好它的基因 如果是不是 黑黑白白 那它就是 形成这样子 或是这样 可是如果说 它在这种中间 有交换 有交换的话 你会发现 它黑黑 黑黑白这边 就会被虎黄过来 它就是根据这种 最后的Phenotype 去回推它这个基因的位置 那这回推什么呢 基因跟Central-mere的距离 因为这个是Central-mere 这个是比较特别 刚好就是为 是这个 这种蛋包藻 这个种子的概念 不过现在这个也 也没有在算 因为这个我觉得 也只是染色底定位的 一个一环 就是说我们 果蠅用这样的定位 那植物的蛋包藻 是用什么样的定位 是用这样子 OK 那这就是一些定位的概念 现在这个章节 已经被拿掉了 所以只是跟大家讲说 有一些 这个Calculation 那大家大概知道一下说 原来它们这种呢 也是可以用来做 这个 有没有互换 互换的几率 同样的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位置 距离 的互换呢 就可以知道说 它到底是有多少的 这个距离 跟互换率 这样子 好 那我刚才跟你讲说 最后一个问题 其实要跟大家探讨 穆德尔 他有没有遭遇到 linkage 有些人说没有 他这性运运很好 刚好他所找的性状 都是位在七个 总共 这个P呢 就是带着七对染色底 那他的性状呢 他刚好 一二三四五六七 他这么性运运 刚好都位在七条染色底 你们看书从来不会这样讲 一定他就是独立分配 可是他真的是位在七条染色底下 不是的 所以你如果注意看一下 他们现在identify他的基因 是位在哪里 像包括 有些是位在一号染色底 四号染色底 五号七号 是位在这样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 如果说一四七五七 这当然是没什么问题 独立分配 可是这两个基因呢 这三个基因呢 对不对 那这两个基因呢 那当然呢 我们根据这个 如果说根据 根据Morgan的实验 如果这基因 两个基因离得很远 那没话说 那一样是独立分配的概念 OK 可是这三个基因呢 一二三 哇 所以说这两个基因离得很远 应该也OK 这两个基因离得很远 应该也OK 可是这两个基因呢 这个基因跟这个基因 其实是有一点近的 刚好梦德尔没有这个实验的结果 没有这个双性状的实验结果 OK 所以其实 当然也有可能他有觉得说 这个数据好像没有那么符合 他定力 他干脆就不要 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 双性状才会用到 才会遇到有没有连锁 就这样 所以说梦德尔没有 有没有遇到连锁呢 也许有 但是他可能那个data 刚好就没有秀出来 就这样 好 那不过不管怎么样 就是说大致都还算幸运 这个基因的形状 都还蛮独立分配的 这个概念特性 OK 那最后有几个 几个那个总结 大家回去自己看看 什么叫recombination 什么叫linkage 什么叫做mapping 这个可以自己看一下 然后如果说有机会 回去看一下这些这个化塑DNA的图 那最后我们就有一个homework 要跟大家讲 我这个也会po在Facebook 其实最主要就是要跟大家讲说 这可能有被切掉一点 也就是说有一个基因的形状是 是DAN 症症症 就提出来的 这是小血儿 DNADNA 所以它就是隐性 那你可以发现说做完实验结果 他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形状 包括293啊 怎样怎样这些 那请问一下 你要怎么去做这个题目呢 你就要去判定 那我要跟大家讲就是说 你要最后要去主要这个map 就是请问这三个基因的map是多少 然后你要去算一下这个距离是多少 还有位置 那你要去计算这个CC 或是计算这个interference是什么样 其实最重要的地方就是这样的第一个 你要先把这个列表 从高到低列表 然后呢 你要把一次交换两次交换做区分 一次交换两次交换 parental是没有交换 那你就可以去得到它的顺序 那最后你再去得到这个 去计算这个map的distance 然后做map就这样 OK有没有问题 这个每个人都要写 每个人都要下礼拜交 好不好 我可以po在网路上 那这有一些hint让你去了解 OK 好那这一张呢 简单讲就是介绍到这边 因为是比较理解性的东西 所以没有可能给大家太多机会去问答 但是我们靠下一张的部分 好 有没有问题 好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接下来要进到这一张 叫做sex determination and sex chromosome 那简单来讲就是比较偏向于sex chromosome sex determination 性别决定 各位你们印象中的性别决定是什么 决定男女对不对 那性别决定是怎么决定的 大家可能会觉得 所以说xy啊或是x0啊或是x0啊或是这样子 大概就是简单这样 但是问题是你有没有想到如果说更进一步的 是什么样的基因去控制 什么样的基因控制性别 这个人在我们这一张呢会不会讲 不会讲 因为这个太深了 这个到发育生物学或是到分子生物学的时候偶尔会讲 尤其是各位 尤其呢 这个呢决定性别呢 什么研究最多 果蝇研究最多啦 所以其实你要不要以为说 果蝇好像到这边就结束了 果蝇一直到现在都还有一个人做研究 你们做生技职员的果蝇呢 就是我跟生医所的一个老师呢 他借果蝇来的喔 他自己本身是在做研究果蝇的这个 应该是属于跟干细胞还是什么 是发育有关的喔 所以说各位有兴趣也可以去他实验室看看 好 那我们就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性别的一个chromosome 有什么重要性 那当然第一个你要了解一下性 XY来设题喔 第二个 有一个字非常重要喔 叫dosage compensation 我们上礼拜讲到complementation 互补作用 这里compensation compensation是什么意思啊 compensation是什么意思 补偿 补偿跟互补也不一样啊 不一样 你可以想一想有什么不一样嗎 互补一定要怎么样 一定要有两方的这种概念 那补偿呢 就是不一定是单方 就是你不足 那人家补偿你嘛 OK 就这样喔 好 那这个东西简单就是要跟大家讲 这个 会跟大家讲这个字 OK 那我们先讲一下说life cycle 非常非常 对这个性别的发育或发展 对这个life cycle非常重要 没有性就没有下一代嘛 对不对 没有下一代就没有这个传宗接代 所以这边有两个字喔 primary的sexual differentiation 跟secondary有什么不一样 你们意象中的 这个初级性别发育 跟次级的性别发育 有什么差异 这个应该不会太难吧 你们认为初级的性别发育 所以是什么样的发育 或是次 其实答案就在上面 如果尤其是有血的 应该会知道 来后面 初级是一出生就 就是 比如说男生跟女生的性气管 OK 初级是要 要长大才会 就是要性成熟 性成熟 好 这边大概讲到两个概念 第一个就是与生俱来 出生的就会决定你是男是女 没错 这个就是生肢系统 OK primary sexual differentiation 好 这个在发育的过程中 基因去调控 你是有生肢系统不一样 可是secondary sexual differentiation 就是有关于所谓的性成熟 各位不是一般生下来 你就性成熟 你就可以去交配 所以性成熟必须要 要什么样 就是说必须要 所以我一般来讲 生物 所谓的性成熟 其实就是在 只是在想说 可以去交配 或是说可以去繁殖下一代 就是这样 OK 好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 这就是primary跟secondary的概念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说 这里面有几种不一样的生物体 一种叫做雌雄液体 这其实很多生物都是这样 雌雄液体 就是每一个就是单一的sexual 或是雌雄液体 有一个字是diatios 这个是它的标准的英文音词 我也不太会背 但是如果出现这种 说真的只好背 好 那第二个字 是雌雄同体 大家会比较知道 因为雌雄同体 这个字呢 其实还蛮 蛮常出现 尤其是像植物啊 或是植物 都出现这个 然后这个就是这个字 是单一的形状 可以叫做bisexual 就是两性 或是moroatios 就是持雄同体 或是这个 这个很难念啊 Hermelphoretic d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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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随便啦 我也是随便念的 ok 好不好 这个字 持雄同体 那持雄同体 大家都知道说 这个产生的这个物体呢 有可以 这个个体呢 可以产生 同时产生 雄性的gaming 和磁性的gaming 就是这样 那这个 生殖 生殖的这个行为 有性生殖的行为 其实从单细胞就有 从单细胞就有 在这边有讲到 两个例子 一个就是 就是一枣鼠 你看这个是属于植物的 属于枣类的部分 你看它 这个 它就是 这个是 这个是菌類 应该说是 增合菌吧 增合细 这个是不是细菌 你们可以去查一下 它的 它的一个 分类的基准在哪里 我也不是很清楚 只是知道说 这个呢 它是可以采有性生殖 它有性生殖 会产生所谓的 isogamic 就是负的跟正的 那负的跟正的 当然就可以去交配 产生 你们可以去查一下 那这个是不是增合生物 应该是 我觉得应该 这个应该是增合生物 而且 这应该是属于 ok 再去查一下 好 但是我觉得 这不是重点 只是跟各位讲说 尽管是单细胞的生物 它也是有性生殖的 还有像像像米菌 它也是有所谓的 α跟a的性别 它可以做mating 这个我们上次都有提到 好 那植物 花 我们在生计时间 跟大家讲说 有熊蕊跟痴蕊 那熊蕊跟痴蕊 可以个别做 减速分裂 然后减速分裂之后 然后形成 形成花粉粒 或是形成所谓的 这个胚 胚的部分 然后再经过 双重收集以后 形成 这个 核子的 Zygote 发育成 embryo 或是形成 这个所谓的 这个3n的 那个 endospin nuclear 就形成3n 形成胚乳 这个 这个是植物 如果对植物有兴趣 应该会了解 植物的这个发育 我没有去细讲 只是跟各位讲说 这个有性生殖的一个过程 那 这个熊蕊 吃蕊大家都知道 生机实验也都有去 拿过来看 好 我们现在再回到 动物 动物的性别里面 有一个生物 叫做C elegans 是 是所谓的 线虫 它就是一种 也是一种 雌雄通体 它也是一种 它其实它有两种性别 它可以做雌雄通体 也是可以 你看它有 它有两个性别 一个是 没有 或是 或是有 雌雄通体的 的概念 所以 你可以看到它说 如果说它是雌雄通体 如果说经过 自我受精 因为它雌雄通体 它可以自我受精 那大概99% 会是雌雄通体 但只有小一百分之一 是没有 是这样子 OK 那如果说Closover 就是一半一半 那当然雌雄通体 我们都知道有个好处 就是说 它 在这个环境里面 它不怕找不到另一半 要不然的话 你如果说环境的因素 你找不到另一半 那你不就死路一条 你大概没有下一个阶段 所以为什么植物大部分都是雌雄通体 就是这样 好 那再来就是开始我们要讲到性染色体的部分 那性染色体其实最早发现在二十世纪的时候 那这边开始有一些概念 性别的决定有好几种 各位 你们知道性别决定 如果说跟性染色体 或是说有一点点相关的 请问有哪些种类 你们印象中的性别决定 可以有哪些种类 这应该还蛮好答的吧 有什么样的系统 性别决定可以有哪些系统 我就跟你们讲个最简单的 人类嘛 就是X跟XY系统 好 那除了这种系统 还有哪些系统 性别决定 男女 这个是男 这是女 这是男 OK 还有没有哪些系统 你戴眼睛 XO OK XX跟XO 也就是当你没有Y染色体 没有X染色体 只有一个的时候 它是一个是男性 一个是女性 一个是男性 例如是什么 这有什么 什么物种是这个 蛤 有没有 什么是XXXO的例子 你知道吗 蛤 蜜蜂不对 对 表示你这个题目不对 来 蝗蟲 还有没有 蟑螂 蟹 蟹蟀 蟹蟀 蟹蟀跟 刚才讲 蝗蟲也不一样 哎呀 超好像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 蟹蟀是不是 不过我这边 应该查到的资料 就是一些 蝶类啊 或是 Grace Harper 就是那个 蚱蟒 或是 蝗蟲啊 蝗蟲跟蚱蟒 应该是一样吧 我对生物不太了解 或是 蟑螂 有一些是 他们是属于XXXX1 所以蜜蜂是属于哪一种形态的 的性别决定 蜜蜂是属于哪一种形态的性别决定 单套跟双套 所以它是 它是 二N跟N的这种 这种形状 有兽鸡 兽鸡 是母的 没有兽鸡 是公的 知道吗 OK 不要想错了 是单背体跟双背体的概念 是整套的DNA 不是只有XY 少一个Y的 它是整套 只有一半 23对 你只剩下23个 是公的 23对 是母的 是这样子 有兽鸡跟没兽鸡 要了解 那除了蜜蜂之外 还有什么 除了蜜蜂之外 还有什么 来 ZW 你明白 我以为想说 例子 我说例子 除了蜜蜂之外 还有什么 你先讲另外一种形式 你已经讲到 讲到 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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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ZW 是不是 OK 应该要写成这样 ZW 跟ZW 跟ZZ 为什么 因为这个 有Y 为什么 为什么要 有一个Z Z跟ZW 为什么要 ZZ跟ZW 来 你要说 蛤 7 我不是问你这个问题 我说为什么要 ZZ跟ZW G是例子没有错 但是要去问 其实我的问题 OK 好 后面 再讲清楚 在一般铺类里面 有Y的是男还是女 有Y的是男还是女 男 对不对 好 ZW跟ZZ系统是怎么样 ZW是磁性 ZW是磁性 ZZ是公的 OK 是这样 刚好是相 所以为什么要 取另外一个SET 来代替 好 当然 这个 这个的例子 刚才有同学讲的是什么 G OK 好 那我们先讲一下 除了 除了G之外 还有什么 ZW ZZ系统 鸟类跟蛇 鸟类 OK 鸟类是 大部分的鸟类 蛇也是 我不晓得 这个蛇我就不确定 铺类也是 没有 不是鸟类 爬通类也是 OK 我知道主要是鸟类 好 那再来 刚才我们讲说 二恩跟二恩 除了蜜蜂之外 还有哪些例子 中间 你啦 戴眼睛 蛤 蚂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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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蚂蚂 OK 好 其实这是主要的两种 当然 还有什么 白蚁好像也是 好 那还有什么问题 OK 好 这次我们讲 其实还有另外 最后 这个系统 XXY 我们已经讲过这个了 XXY 除了我们刚才讲说 大部分的哺乳类动物 大部分哺乳类 其实像最早 最早发现的 其实在昆虫也有 如果说今天讲说 昆虫一定不是用XXY 那就错 像这个昆虫 这个叫 Milk Wheat 的棒 这种昆虫 就也是属于 XXXY 总而言之 其实昆虫是非常厉害 昆虫非常多变 昆虫你看 又有这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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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这种系统 我不知道 可以说它其实它 画蛮多种 不同的 生殖系统 生殖形态 好 那G 大家已经看过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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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 还有蚂蚁 好 那Y染色体 其实Y染色体 就是 在普雷东 我们当然要注意 经过 Kerotyping 你就可以看出来 男生是XY 女生是XX染色体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好 那如果说今天有人 多一条X染色体 XXY呢 请问这是正常 还不正常 应该想说 这一定不是不正常 这个 会不会死人 不会 不会死人 要不然也找不到 它的染色体 如果死了 胎就流掉 就这样 但是 还是可以找到它的染色体 只是说 这个是可以通过 这个呢 就是要用Kerotyping 的新错法 可是这个 请问这个是男生还是女生 好 男生 因为 在 人类的Y决定 只要有Y 就一定是男生 所以 就算是有三个X 一样是男生 好 但是呢 他这个男生是比较奇怪的男生 他是一个 女性化的男生 因为他有两个X 所以说 有一些部分的 女性的性状 可能会被 显露出来 大概是这样 但是呢 他是不孕的 注意 他是不孕的 所以说他也不会去 传给下一代 他的这个染色体 好 那另外一个 跟这个 这个很有相关 是 一个 X0 你看 X0 所以 请问一下 X0应该是 如果按照X0 应该是公的吗 请问 这个X0是公的 还是母的 在人类 是女性 因为女性 不是走这个系统 你还是要以这个系统 有X 有Y的才是男性 只要没有Y就是女性 所以这个地方 虽然他只有单一的X 但是他还是属于 女性 好 这样的女性呢 其实 他就是比较短小 然后有一些 有一些 身体上的一些问题 那其实他也是不孕的 大概就是这样 至于说 为什么会发生 发生这样子 会发生说 三体 或是少一条 其实这就要涉及到 机制 我们当然讲说 这个在 减速分裂的过程中 的机制 你如果说 要问你说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机制 你第一个你就要回答 因为他发生了 non-disjunction 如果说你对这个字不熟 那这个图就是告诉你 什么叫做non-disjunction 所以non-disjunction 你可以发现说 左边跟右边有什么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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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分开 没有分开 可是左边跟右边 我要问你 左边跟右边有什么不一样 都是没有分开 没有啊 左边这边跟右边这边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它是两种 它non-disjunction有分两种 OK 但是刚才讲 non-disjunction是没有分开 这只是一个很粗略的答案 但是这不太完整 我希望你们可以讲完整一点 所以我直接就先问 刚才就先问了 non-disjunction分两种 那请问是哪两种 那左边跟右边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就是大家在讲这个 好 那 这跟姐妹染色体 不对 这跟姐妹染色体没有问题 没有关系哦 这跟姐妹染色体没有问题 没有关系哦 OK 好 OK 好 刚才有大概讲一下 跟姐妹染色体 对啊 姐妹染色体没有分开 OK 好 那我们这边讲 你可以看到 其实 其实我们就是 就是要跟大家讲说 在第一次 有识分裂 跟第二次 sorry 第一次减速分裂 跟第二次减速分裂的概念 有些在第一次减速分裂的时候 不分开 不分开 有些在第二次减速分裂才不分开 主要就是这样概念 所以第一次跟第二次 了解吗 重理就在这边 那你如果说第一次分裂的很好 那也OK啊 可是第一次分裂的很好 那他有可能还是呈现正常 可是他第二次减速分裂 如果说 他的这个 这个分到gaming的部分 不分开 他就会造成三体 三体的现象 那另外一个人 就会形成一体 单体 那单体就是 唐龙星座X0 如果说他配一个 Y的话 配一个那个 他就没办法 他如果配到这个单体的话 他就只是一个 好 那你可以看到说 如果说他在这里 一开始就已经是不分裂了 所以他就已经是空的 那空的话 他所产生的 如果说他搭配一个 gaming的配置的话 他就只能形成一个单体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在这个状况下 第一次不分裂 机会就是 就会产生问题嘛 产生 最后配起来以后 就会形成三体三体 三体就是 可能就会形成 这所谓 Kerifuocentron 就是三体的概念 这单体其实就是 Terno星座的概念 所以说这个呢 你想一想 以后呢 如果这个三体应用到 唐四正 也是一样这样子的概念 对不对 唐四正是不是 二三对染这里 二三条 第十六对染这里 多一条 就是这个概念 OK 好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 一样的 好 那我们刚才讲了说 这个Kerifuocentron 是女性 那这个是男性 那如果说 这个XS是正常的 那 XY是正常的 那如果说 如果说 如果说 缺 如果说没有X呢 如果没有X染色体呢 没有Y染色体可以存活 没有X染色体可不可以存活 不行 为什么 你可以讲个大概 没有X染色体 为什么不能存活 或者 可是你可以看到 两个三个染色 X染色体是可以存活的 在这里面 你会发现 没有X染色体是可以存活的 怎么想 请问X染色体跟Y染色体 看起来 谁比较重要 看起来X染色体比较重要 为什么X染色体看起来比较重要 可以等 不是 这个就导音为果 是因为没有X染色体 才会死 所以这个是果 OK 为什么你觉得X染色体 看起来比较重要 它比较大 上面基因看起来比较多 没错 这个就是我要的答案 观察 你要知道说 这个染色体呢 其实 为什么它比较重要 基因长 基因大 它上面 染色它的基因一定比较多 一定比较多 缺了 危险性就大 所以就会死了 就是这样 OK 好 所以我看我们的问题 绝对不会是那种很难的问题 不是这些比较简单 只是让你好好去思考一下 好 所以你会发现说 原来这个性别的决定很重要 所以我问一下 性别的判定 判定重不重要 性别的判定 用在现在的社会里面 用在哪里 性别的判定 用在现在的社会 用在哪里 好 什么 身份证 身份证 没有啦 我们身份证练义 只是 只是已经结果了 可是 你什么时候要做性别判定 服兵役 你怎么不是男生讲的 OK 好 服兵役 男生 你们有服过兵役吗 还没 还没服过兵役 我去健康 有没有检查过 有 对不对 兵役要体检 对不对 好 那还有呢 还有哪些地方 要做性别的判定 很重要 怀孕的时候检查 怀孕的时候检查 胎儿是不是 这个不重要 我意思说 可以啦 就是说 你要从 这个 性别判定 是OK 但是理论上 这不会是太重要 我所谓的不会太重要 是说 你没有检查 也没关系嘛 是不是 OK 但是 是可以 是可以在产前做性别检查 是没有问题 但是我的问题就是说 性别的检测 在什么时候一定要做 你服兵役要做嘛 对不对 那还有什么时候 会做到性别检查 你们已经举手很久了 捐赠精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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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需要性别判定吗 你来 你捐不出来 你就没有了 我不确定 但是我想 你在去捐精卵的时候 你应该 性别已经自己很确定了吧 或是说 好像也 也 那这个就变成说 你要去 这个就变成是检查的部分了 OK 那这个只是 这个性别判定 好吧 我可能只能讲说 也许它也是 过程中也是需要 再做进一步的确认 OK 但是我们就想说 我们在社会一般大众的状况下 性别判定可能 比较不会发生在 比较不会发生在这个时候 OK 好 还有没有 好 后面 那个 比赛 什么比赛 运动比赛 运动比赛 很重要嘛 你们常常知道 运动比赛 男生 为什么要分男生组 女生组 其实最重要就是 性别判定 还有没有其他的 其实我已经不知道了 我大概也只知道这两个 验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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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也要分别性别 好吧 OK 分不住了 OK 也许还有很多 这种这些状况 都会出现 那你要知道说 OK 但是我意思说 好 我们最常发生的 营运就是这两个 那其他科学同学 也都可以参考 就是说很多情况下 不管是怀孕生产 或是说 你要捐赠 捐赠什么东西 或是说 你要这个 验你的身份之类 这个性别 也许 某种程度上还是要去了解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好 那我们都知道说 当兵 一定要做性别鉴定 对不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运动 要做性别鉴定 所以说像这个时候 之前就想说 很多现在的短跑选手 或是田径 那些男生 男生的爆发的用法 是强于女生 所以说其实 只要你有可能 是性别的变更 或是说 你有不一样的 所以要查一下你的性别 才是 好 那如果说要查一下性别 那怎么查 你就要怎么做性别鉴定 怎么做性别鉴定 怎么做性别鉴定 有顺序的 大家可以讲一讲 大家有五六种方法 我不是特别是这样说 就说五六种程序 从简单到难 最简单的方式是什么 刚才讲什么 就是 可以看到性的 性别鉴定 OK 性别鉴定 好 看看她的长相 看起来就像男生 看起来就像女生 看有没有猴结 OK 好 第一个看外面的长相 第二个呢 第二个呢 哇 你这么快就要进入了核心分析了 OK 核心分析 验染色体 OK 再来呢 我们都已经跟你讲了 你去当兵的时候 她会叫你来给我抽血 来给你核心分析 她做到死 你去当兵的时候她怎么做 没错啊 没错啊 就是看有没有你的外生子气 是不是男生还是女生 这就是最基本的这个 第一个性别鉴定的方式 那再来还有呢 验完染色体 还有呢 内分泌 OK 这个是现在目前的运动 运动里面很重要的 她已经不见得只看你的DN 你的染色体了 她还会看你的内分泌的这个水平之类的 好 那当然其实还有第五个标准 就是性别的行为心理 跟社会标准 那这个东西就可能是 我们现在的这个 同性恋啊 或是说有一些这些性别 就比较辛苦一点 所以说这个部分 就是说大家可以分辨 现在性别的判定 大概是这样子 好 那其中像目前那个 像我们知道 在运动 运动会 这个大学运动会 一定都有检查这个DNA 就是染色体或是一些内分泌 这可能有某种程度上 你就可能 会不disqualify之类的 OK 好 那为什么特别要讲说 是这个运动呢 因为其实像 我们都知道 除了男生女生的体 有些不一样之外 像包括其中一个叫做雪球龙肌 运动选手呢 男生大概是在36-50% 女生平均在34-47% 这是天生就是这样 天生就是这样 所以呢 这个雪球容器 红雪球在雪球的里面 可以增进什么 增进很多吸氧量 或是肺活量之类的等等 所以这个东西 雪球越多 他们就会越厉害 就这样 那所以说 就有一个开始 既然这样子 那我们就多打一点 红雪球生成素 我的雪球就比较多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禁药 所以你要知道 能够提升你的雪寒氧量的这些 这些药啊 这些啊 都是一些精药 所以你如果说 生化学的好 其实你就可以去做很多精药 不是 就可以去研发很多精 这个这个 这个其实是用来做医疗的啦 红雪球生成素 用来做换雪 或是说 那个 血绒素不足的等等 但是就有人又在运动嘛 所以最有名的例子 就是 像这个 这个运动 Cross Country Ski Cross Country Ski Cross Country Ski 各位有玩过这个 叫做越野滑雪 滑雪有分两种 一种叫Dunk Hill 就是你们常看到 就是从下坡这样滑下 一个就是 就是 用这个一直走一直走 这个很辛苦 有时候要走到 遇到上坡怎么办 爬上去啊 遇到下坡可以滑下 所以这个 其实还蛮辛苦 这个呢 就很需要用到 用到这个肌耐力 甚至这个 这个雪球容积 那 这个地方啊 曾经有发生过一个 三界的这个奥运金牌选手 你后来发现他雪 雪球容积呢 60% 女生哦 60% 高于一般的45% 所以他三界都拿冠军啊 可是他有右近腰 他说没有啊 外差没有啊 可是他基因有缺陷 基因有缺陷 他就是红雪球生成素 就会一直生 一直生 各位这就是我 基因的缺陷 造成我天生 雪球容积比较高 那你怪我了 是不是 所以MUTEN 你是有变超人 这个就是 普通算计的例子 那其实用这个 禁要 EPO 比较有名的是这个 脚踏车的选手 阿姆斯壮 有没有听过 阿姆斯壮 不是登陆月球 那个阿姆斯壮 这个叫 应该是蓝斯 阿姆斯壮 阿姆斯壮 各位有没有听过他的故事 没有听过 也可以去 他其实他还蛮有名的 他也就是一个蛮厉害的自由车选手 阿后来呢 得了癌症 去做了很严重的化疗 化疗之后呢 就是肿头切除 然后经过化疗 化疗之后呢 回到场上 连拿了七届 还发的自由 自由车的冠军 连七届 各位人家说 这个是神 可是你知道吗 阿可是又找不到他 他用精药 他也说他没有 对不对 还拿过 后来拿过奥林匹亚的 铜牌的样子 OK 可是最后发现 他承认说 他有用精药 可是你们知道吗 那个时候 几乎有一半的自由车群 都在用精药 只是你查的出来 查不出来而已 各位了解吗 所以说 那个 而且精药有很多种 那个时候 EPO也是在那个时候 才开始 被弄出来 要不然的话 以前就是用什么 什么固存类 有的没有的精药 对不对 时效性长短 你只要短效性的 赶快用一用 这就查不出来 或是 弄一弄 要赶快多喝很多水 或是什么 赶快灌什么 血清进去之类 就 平衡 Balance之类的 Anyway 他就是 也是一个精药的 一个使用者 后来 就自爆说 他那时候 连得七届冠军 那一阵子都在用 一直用精药之类的 就这样 好 不过我说真的 很多人在讲说 你如果没有那个实力 你用精药 你也不可能拿冠军 你不用精药 你就算是可以用十倍精药 你也拿不到冠军 所以这基本上 还是有某种实力 就对了 OK 好 大概是跟大家讲 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们知道 2012年的时候 有一个伦敦奥运的时候 中国选手 打破400公尺的混泳纪录 而且他一连拿两个金牌 一个是混泳的金牌 一个是200公尺的金牌 那时候 很多西方人就说 一定是用精药 对不对 而且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比男子的 游泳冠军的 最后五十年 充斥还快 所以大家就觉得说 用精药 可是查不出来嘛 对不对 后来大家就讲说 一定是你们重要 或是什么精药之类的 那之后还是没有查到 可是你看 2012年之后 2012年他就没有了 所以他记录又被破了 又被其他国家的选手破了 所以就有人在讲 游泳比赛 为什么常常破记录 尤其是近两届 2012 2014 2016 破记录非常平凡 之前再前一波的破记录 就是穿鲨鱼装那时候 可是后来鲨鱼装 不是被禁止的嘛 你知道鲨鱼装 后来被禁止了 对不对 2012已经是第一次 不准用鲨鱼装了 结果破记录反而一大堆 那2016的时候 里约奥运的时候 破记录更多 所以就有人开始研究 说为什么 为什么变成这样 那就你们所知 你觉得破记录 为什么破记录这么容易 可是短跑 或是田径项目 要破记录 标枪要丢 超过不容易 不容易啊 对不对 你们可以回去想一想 好 我们可以 下次可以讨论 蛮有趣的 这个其实我后来也是看一看 我就觉得说的确 是这样 好 那当然 也有变性的 那这是谭重一中的老师 他蛮有名的啊 因为他本来 后来他就公开说 他是出柜 可是他应该没有做变性手术 只是我自己装扮 喜欢用女生装扮 就这样 学生的同意啊 欸 有没有中一中的同学 没有啊 OK 如果有的话 你们应该知道 他是中一中的生物老师啊 所以说 我们刚好在生物这个领域 有一点 有知道这位老师 好 那再来就是 要介绍歪染色体 既然歪染色体这么重要 请问歪染色体的组成有哪些 来 歪染色体的组成有哪些 歪染色体的组成有哪些 成分 你要知道歪染色体长相是长得怎么样 OK 我先跟各位讲 有所谓的 Uchromatin跟Hetrochromatin 其实有什么不一样 什么叫做 Uchromatin跟Hetrochromatin 这个会考 这曾经是高谷考的考题 是说明Hetrochromatin 和Uchromatin的解释跟不同 二十分 这个有点太夸张 好 那你们一定都知道 要不然中文翻译 有谁知道中文翻译是什么 这个其实不是只出现在歪染色体 这每个染色体都有 Uchromatin跟Hetrochromatin 那这是什么意思 中文翻译也可以 基本中文翻译应该知道吧 你没有说 要不要说 好 你说 义染色直 然后呢 义染色直 好 是哪一个 下面这个 Hetro OK U呢 Uchromatin 你没有讲完一句 要讲你现在只有0.5 只有0.5分 这个呢 常染色质 或是也有人叫做真染色质 你说这个翻译有什么意义 结构上有什么不一样 结构上有什么是 哪一个比较重要 哪一个结构应该算比较重要 常染色质 为什么常染色质会比较重要 我要讲 好你讲两分给你两分 OK会表现机的 不完全对但是是没有错 它富含比较多基因的序列在里面 也就是说它可以 它很多基因都表现就在里面 Petrochromarty比较少 而且甚至Petrochromarty比较属于random的 还有另外一个特性 要讲 请问哪一个包得比较紧 Petrochromarty包得比较紧 Petrochromarty包得比较紧 主蛋白之类的 好那我们最后再讲一讲 你可以看到左边这个区块 其实全部都是基本的染色体 Uchromarty或Central mirror 的这些结构 所以说在Y染色体里 你就要注意到它有几个很特别 第一个是Petrochromarty包得比较紧 第二个是SRY 第三个是MSY 所以它的缩写是什么呢 Petrochromarty包得比较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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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首先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Pah有什么重要性 我们要讲完这个 Pah有什么重要性 各位我们都知道 请问什么叫做Pesudo-Otosomal region 它为什么要跟体染色体 有相似的region 它为什么要跟体染色体 有相似的region 我之前有讲过啦 它为什么要跟体染色体 有相似的region 请问这跟X染色体 一不一样 跟X染色体一样吗 序列一样吗 它是跟X染色体 是同源染色体吗 请问它跟X染色体 是同源染色体吗 不是啦 不是不是不是 它跟它长得又不一样 怎么会是同源 可是为什么在有时分 在减速分析的时候 它会配合在一起 为什么要配合在一起 你说 有相似的序列 所以相似的序列在哪里 就在Pah上面 所以Pah是为什么叫做 4或是假Otosomal region 就是它跟X染色体 有相似的序列 所以借由这块 它可以把它两个抓在一起 就是这样 了解吗 当然除了这个之外 这个跟性别有关的 很多有一些记忆在这边 那这里有一些跟性别有关的 在FSI 就是没有什么 来信专用的虚拟 就是这样 OK 好不好 那我想 这个 这个部分主要是这样的 好 那这个地方你就自己看一下 其实最后一个重要的再讲一下 我们刚才在讲说 X染色体很大 它还有1400多个基因 可是Y染色体 顶多只有200多个基因 所以你可以知道说 缺少X染色体 可以有多严重的伤害 可是缺少Y 不痛不痒 就是这样 好 我们今天先上到这边 我们先上到这边